原子少年團的冠軍團天王姓 其中人氣成員小孩 5號精傳感情糾紛 迪卡尚有人發文爆料 小孩疑似在喝酒後 對女生霸王硬上溝 而且對方似乎還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隨後這名女子的身份也曝光 是一名擁有10萬多粉絲的網美 他PO文公開跟小孩的對話 內容包含事發過後 小孩向他道歉的截圖 同時他也曝光雙方談話的語音 小孩在對談過程中不斷道歉 女方的朋友也在留言區還原事情始末 據悉小孩和這名網紅是在朋友聚會認識 當晚小孩喝醉後 一拉女方上車回家 後來在床上想要侵犯他 而當時小孩的家人也在家 最後女生打電話向朋友求救 才沒有釀成更大的傷害 不過之後雙方再度見面後 變轉為交往狀態 這也讓許多粉絲湧入女生的IG留言質疑 為何被侵犯了還選擇交往 謾罵聲浪非常多 對此他也轉發抵抗網友的留言 表示自己的心態是因為 試圖合理化自己被侵犯 來降低所受的傷害 同時也坦言自己的處理方式錯了 而當事人小孩的IG也被網友灌爆 紛紛開栓他根本是霸王心 而小孩本人也發文公開道歉 表示和女生認識到交往過程有愉快 也有沒顧慮到對方心情的地方 看到女方的發文感到很自責 便表示她是很善良的女生 自己身為公眾人物 會為自己的言行舉止負責